坐上飞机踏上出国之旅 照片里穿着衬衫的人 就是肇事15岁少年的外公 他和少年的妈妈一家人 开心出游 却没料到离开台湾 车子被少年偷开 惹出大祸 少年的父亲同样在镜头前 深深鞠躬 字字句句是失望 是心痛 更是对三名死者的抱歉 强调绝对负责 也将联系被害家属 致上歉意 先向王者这边 做一个民乡之一 他当局好像其实他蛮自责 可是现在讲这些 其实都多余了 他后面要怎么样去弥补 这个过错 或者是怎么样 去做任何的事情 来替他自己弥补这些措施 那我们就是 全力的去教育他 做一次 就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 少年的父亲背负种种压力 尤其事情发生后 还被网友抨击造谣 他也只能竭力澄清 多次表达会陪孩子面对 更坦言孩子是因为好奇心 才会偷开外公的车 这一桩酿成三死二伤 后续也将面临千万赔偿 但对外公来说肯定更加错愕 怎么会想到出国旅游要是放在家 却被孙子偷拿 如今即将返台 内心的不知所措 后续要如何处理 都是一家人得面临的问题 等新闻综合报道